12月20日 一则一序受洗烧因虚假宣传被罚50万的话题冲上热搜 AI财经社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了解到 一序受洗烧设计的违法行为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被罚日期为2021年12月3日 被公示日期为2021年12月14日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介绍 2021年9月13日 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 致黄兴路2228号依序受洗烧和声会店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门店后处区域存放格林兰笔木鱼等食品原料 在该店菜单上查到了一款名为日式烤血鱼的菜品 清查 当事人自2020年5月1日起 在上海地区的依序受洗烧门店 以格林兰笔木鱼为食品原料 制作门店菜单上的日式烤血鱼菜品 值得关注的是 这已经不是一序受洗烧首次翻车 今年9月13日 曾有消息称 一序受洗烧 人均超200元 切把比木鱼充当血鱼 廉价牛肉冒充澳洲和牛 抹茶粉过期4个月继续使用 巧克力生产许可证查询不到等问题 在陷入舆论风波中后 一序受洗烧紧急发布致欠声明称 今初步调查 澳光视频设施问及 门店为一序苏州龙湖添接加盟店 以责令该门店停业整顿 并专门成立专项监察组 今后将彻查到底并加大 对全国门店的击茶力度 在食品安全 门店卫生 作业流程等方面 进行严格的督导管控 对不符合经营标准的门店 绝不姑息